陪奔进爸爸的怀抱 妇女重逢这一刻 等了超过50天 爱秘利的爸爸汤姆回忆 女儿在两岁时妈妈就不幸离世 一路以来妇女相依为命 想到爱女沦为人质 甚至错过9岁生日 汤姆就忍不住哽咽 这次跟爱秘利一起回家的 还有另外12名 3到67岁以色列人质 包括第一个获释的音乐节人质 以色列女大生雷格福 外媒报道 雷格福在被掳走的最后一刻 用简讯绝望向父母告白 如今获释除了要确保身体无恙 心理健康更是重点 获释人质生理上解脱了 但心灵距离自由还有一大段路 曾经遭到伊朗关押将近八年半的 《华盛顿邮报》记者表示 刚获释后的几个月根本没有自由的感觉 心灵收复这条漫漫长路 关键第一步 还是得先脱离哈马斯的掌控 休战第二天快要结束 哈马斯是否会释放更多人质 以争取更长停火时间 进行内部整顿 各界持续关注 赛利新闻六爵域报道